我到了渭南博物馆了 查了半天没发现市区有咋好玩的 先到博物馆玩玩 博物馆很大很新 应该没见多少年 不用预约 直接登记就行了 登记完了给一张参观券 周一闭馆 千万别扑空了 一共是四个展厅 八个单元 二楼一二厅 三楼三四厅 这是第一展厅 地理环境 自然资源 史前十七 一进门就是咱们展馆的主题 与画相宜 这是画山脚下 西汉古墓中出土的瓦当 上面的四个字 这是汉代的吉祥画 画指的是画山 中华华夏的画 就是源自画山的画 这是陕西地图 我已经第三次来陕西了 去年去了西安 今年二月份去了宝季 四月份又有缘 再来蔚南 我的规划从宁卫区一路向东 经过画州画阴到铜关 然后再向北 经大力浦城白水 最后到最北边的寒城 估计要用时十来天的样子 蔚南最著名的山叫做二画 太画山和扫画山 太画山就是画山 著名的三条河是 黄河、渭河和洛河 蔚南的矿产资源很丰富 已发现的矿产有51种 被誉为魏北黑腰带 中国目睹华夏金城 这里的野生动物也有很多 有360多种 国家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35种 这是蔚南地区发现最早的人 旧石器时期的早期智人 发现于大力县 所以叫大力人 大力人距今大约15到20万年 老关台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 早期新石器文化 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的渭河流域 首先在画州老关台遗址被发现而得名 距今8000年 是养韶文化的起源之一 养韶文化是黄河中游的 新石器时期彩陶文化 分布在黄河中游从甘肃到河南 首次在河南的缅池县 养韶春被发现而命名 距今7000年 最后还有个龙山文化 是黄河中下游 新石器晚西文化 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县 龙山镇而得名 距今4000年 下面到了渭南名人 特别多 首先是渭南三圣 被称为自圣 中华文字之祖 苍杰 苍杰通过了的足迹 启发 创造出了汉字 在他的家乡白水县 还有一座苍杰庙 过两天我们去看看 这位是中国医药学的创始人之一 雷祥 白水县人 黄地石 任官名 楚方 咱们现在医院喊的楚方 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不仅能医 还善陶 还是中国陶瓷叶的先祖 各地的陶神庙 供奉他为亚富雷公 最后是大禹凿农门 凿的就是寒城县的农门山 这里就是大禹凿开的缺口 被称为农门口 这可能只是个神话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刚刚是第一展厅 现在到了第二展厅了 有三个单元 从夏商到魏晋拿北朝 一上来就是 渭南三圣之一的 九圣杜康 白水县人 杜康发明了酿酒 被称为九神九圣 至九夜信奉 杜康为祖师爷 白水县一直在酿造 用杜康名字命名的 白水杜康 这里让我想到 曹操那首诗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周文王和泰四的故事 周文王对泰四一见钟情 泰四就是何阳县人 泰四天生丽质 聪明书贤 分忧国事 言教子女 被后人称为文母 咱们现在称老婆为太太 这个太就源于泰四 诗经里面的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淑女写的就是泰四 这位是 商代的开国元宣 依盈 何阳县人辅佐成汤 建商灭下 先后从政五十多年 辅佐五位商王 死后商王以天子礼仪下葬 郑氏先祖 郑桓公 周朝郑国的第一任君主 封地在华州一带 郑桓公所创立的 封地郑国 在公元前三百七十五年 被韩国所灭 郑国灭亡后 散居在全国的郑国人 为了纪念故国 相继改姓为政 从此郑姓诞生 中国姓政的有一千两百四十万人 魏南还有一段秦卫长城 南起华山 经大力 城城 河阳 止于寒城以北的 黄河西岸 是战国时期 魏国为了防御 西面的秦国而住的长城 这些是出土的瓦当 还有城砖 秦卫两国 先后再跟你爆发了 五次大规模的战争 被称为河西之战 最终秦国获胜 这位纵横学派代表人 公孙岩 华英人 他在战国首次提出 合众的概念 联合五国合众伐秦 虽然最终失败 但也使得公孙岩 僧名大造 下面这个就厉害了 王俭 王奔父子 父子二人 都是秦国名将 父平人 父子二人 在协助秦始王 统一六国中 建有大功 除了韩国 其余五国 均是由王俭父子所灭 最后也很厉害 隶书的创造者 陈苗 魏南人 陈苗是秦朝的玉立 担任文书工作 他发现小篆 书写复杂 经过十年的加工 创造出三千个字 因为陈苗的官职属于律 所以就把他编段的文字 称为历书 历书的出现 逐渐变成中国的官方书体 直至今日 人在使用 下面到了 魏南三圣 第三位 史圣司马迁 韩城人 司马迁历时14年 撰写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 计算题史书 史记 真的是人才辈出啊 这位是关西夫子杨正 话音人 东汉名成 杨正博乃群书 被称为 关西孔子杨博起 杨正一生年节 独树一帜 是清白传家家风的 开创者 杨正的子孙 混得最好的就是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 好了 二楼两个展厅逛完了 现在咱们去三楼 到了第三展厅 两个单元 隋唐宋元明清 刚提到杨坚 杨坚就到了 一进门就是隋朝的 开国皇帝杨坚 杨正的后代 埋葬在咸阳的杨宁 杨宁咱们三次去过了 还有他的儿子杨广 奢侈残暴 一个国家存了两代 就灭亡了 杨广死在了我的老家 江都行宫 他们都是话音人 又一位话音人 隋朝的名将杨树 为隋朝的建立履历大功 杨树是文武双全 写的一首好诗词 主要作品有 郑薛波舟出塞 下一位 出唐四节之一的杨炯 也是话音人 主要作品有 从军行 梅花落 战城南 我看到王博了 被你的腾王隔续 让我死了好多老细胞 这位是唐朝的政治家 军事家张仁院 画手人 主要成就 击败东突厥 在内蒙古修筑三座 寿祥城 向北拓地三百余里 设置风火台 一千八百所 唐代大使人 施胜杜弗 在华州当过关 同时他的舅父 是白水县位 杜弗的夫人 梁家人 在蒲城做县令 杜弗在渭南 生活了一年多时间 一共创作了三十多首诗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在奉仙所写 朱门九肉臭 陆有洞死骨 奉仙就是蒲城 怎么这么多名人啊 头都看大了 平定安石之乱 多次获胜 两次击败吐蕃 二赴长安 微服叛将 平定河东 又来了一位牛人 白居易 也是渭南人 一生创作三千八百四十首诗 是当之无愧的诗王 渭南还是一块风水宝地 唐朝的二十一位帝王 有十位都是站在渭南地区 马上咱们路过蒲城的时候 去参观一下 北宋名相扣准 华州人 元朝名将 珍惜先锋 郭侃 华州人 郭侃征战的足迹 踏遍大半个欧亚大陆 一身攻克城池 七百余座 这是寒城的党家村 建于元代 咱们过两天 也去参观一下 这么漂亮的地方 这是拴马庄 是古代大户人家 用来拴马的 在渭南的陈城县 最为密集 西安 悲宁博物馆里面 有很多 好了 到了第四暂停了 近代和现代 就一笔带过了 有点累了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 胡城人 井雾木 民国爱国将领 傅平人 胡锦义 陕西第一个团支部书记 魏南人 王尚德 著名爱国将领 浮城人 杨虎城 最著名的就是 联合张学良 发动西安事变 逼迫蒋念石抗日 著名水逆学家 浮城人 李一职 著名地质学家 和古生物学家 华州人 杨中健 中国古脊椎 动物学的 奠基人 著名爱国教育家 大力人 张希若 新中国国民的提议者 开国大殿 照片上 左边那一位 开国上将 魏南人张忠迅 这是最后一位 伟大的革命家 傅平人 习仲勋 这是咱们大领导的父亲 也都是魏南人 终于看完了 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眼睛都看得疼 朋友们 还没结束 对面还有 城市规划展示馆 直接从这个二楼天桥过去了 辛亥革命的 策源地 党团和 新民主主义 活跃地区 陕西抗战的 大前方 龙海铁路到魏南 解放GF6 民国老照片 这下到了新中国了 新陕西 这边有一大堆 新中国初期的物品展示 赠给最可爱的人 农具 这个我见过 没有灯 还有木匠用的 这个杯子上 印着毛主席最高指示 农村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这些基本上小时候都用过 无限中雨 毛主席 各种票 粮票 布票 毛主席 万寿无疆 冰马泳盘电池 这是当年的小康之家呀 中收音机缝纫机自营车都有了 这个是更后期了 由电视冰箱洗衣机 这是咱们小时候玩的游戏 基本都玩过 这下到了21世纪了 各种现代化的设施 看小朋友多时尚 多开心啊 苦都让老家伙吃完了 然后再到一楼 规划 规划吧 渭河南岸新区 哇 好漂亮 渭南 沉乡规划展 正面是渭河 铁路 好壮观啊 现在真的逛完了 走 咱们走了 记得关注啊 带你走遍中国